云霄飞车的高低起伏在台股也能目睹 今年台股再度激烈震荡 早盘先开低以23744.88点开出 下跌155.2点 9点55分过后更是惊吓瞬间 跌幅扩大到破200点 最低跌到2368 2.49点直接跌破五日线 但随后大型全职股跟金融族群又稳盘 由黑帆红中场收在24007.08点 让股民像跟着进入飞车乐园 虽然大力光下跌了五元 但台积电尾盘点火翻红涨五元 台股行情究竟该怎么掌握 分析师说其实近期还是有主要趋势能把控 指数在短线这边会持续到 就是说下礼拜的一个台积电的法说的一个内容公布 那现在大家对台积电的一个看法 还是给予高度的乐观 但是现在看着就是说 能不能够缴出更亮丽的成绩单 或者是对于未来包括像是产品 代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涨价 分析师请大家都小心 别看七月是重量级科技股 法说跟财报时间点 目前台股整体盘式其实是多头格局 因此操作要以基本面为佳 也因为美国周四又要公布通膨数据 市场还有降温可能性 近来盘面多乱象 是显示投机气氛接近最顶 最是时候洞察先机 报大新闻您需报导 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